这件拍品是来自于我们 近代的景德镇山水画白瓷瓶 那我们的这个拍品 也是来自于我们 肚子还疼不疼 我每次只会疼一天 不疼了 那如果你疼的话 就立刻告诉我 我马上送你回家 你是把狗抓过来杀呀 你实在说我了 我要换作为 作强 如果你不希望下半年的 薪水上交的话 就给我乖乖做好 不公平 早出的把安安也拉了 他也是带生工 要死一切死 可以举起您的号码牌 我们的拍卖正式开始 十万 十五万 二十万 来我们二十万 第一次 二十万 第二次 二十万 第一 三次 来 掌声送给这位朋友 恭喜您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 对于慈善所做出的贡献 谢谢您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将进入到今晚的第二件拍品 来 我们请看一下大屏幕 第二件拍品是来自于我们 青乾隆的天然翡翠手镯 那我们的这个手镯呢 是我们合作多年的爱心人士 余先生捐赠的 据说 不要 我不能 采用了大师级手法打造 它的原材料采用的是 羊脂白玉 羊脂白玉 被称为 白玉中 质唇色白的极品 极为珍贵 三十七号 二十万 六十六号 六十八号 六十八号 可以拍下来 四十二号 三十六万 三十六万一次 我也可以拍 当然可以 三十六万 三十四 感谢 好 感谢这位女士 对慈善做出的贡献 也非常感谢这位女士 前的事情我负责 你这次慈善晚会的大力支持 喜欢 非常感谢 好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件拍品 接下来的这件拍品 就更为出色了 它是来自于我们著名的 化妆品公司 花言集团总裁 顾熙成先生的 亲情捐赠 来 我们请看大屏幕 天使之类 怎么会是天使之类 姐姐 怎么了 难怪我第一次遇见她 会觉得很熟悉 原来是她 晓晓 这是我妈妈的项链 我把它放在家里 梳妆台的抽屉里 一定是取项链的人拿错了 才会把妈妈的项链 当成了拍品 这是外婆留下来的 怎么办啊 没关系 我们把它再拍回来 拍回来 接下来的这件拍品 不是 将由我们本次慈善拍卖会的 发起人 主办人 才华横溢 刚刚归国的彩妆设计师 南宫琉璃小姐 亲自展示 感谢丽丽现场的各位嘉宾 我是本场慈善晚会的发起人 南宫琉璃 谢谢大家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 也感谢各位好朋友 能一位同样的慈善 重新相逢 现在 我佩戴的这条项链 正是来自我曾经最好的朋友 花言集团总裁 顾西成先生 以前 他就帮助过我很多 今天 他也同样给了我巨大的支持 所以我希望这条项链 能拍出最好的价格 来回馈顾先生最大的善意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南宫小姐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竞拍吧 我们南宫小姐井上的这一条 绝美的项链 起拍价是二十万元 好 顾总 您的价格是 二十八万 二十八万 好 还有吗 好 来 副总也举牌了 您出的价是多少 四十万 四十万 有没有价格更高的 傅伯雅 能不能让让我们 这条项链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也很喜欢这条项链 你如果喜欢的话 我可以把它拍下来 送给你 好 顾总您出价多少 傅伯雅 六十万 六十万 非常地给力 还有吗 好 我们的副总又几牌了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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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们把掌声送走好吗 你现在看得到 应该是我 非常给力 一百万 这条项链对你来说很重要 但你对我来说 同样重要 一百八十万 一百八十万 一百万 太给力了 傅总又举牌了 傅总 傅总您这次出的价格是 两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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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大家展盛响起 送给我们八百一十八号贵宾 来 八百八十八号 我们的傅总您出价 两百八十万 两百八十万 两百八十万有没有价格更高的 两百八十万第一次 两百八十万第二次 两百八十万第三次 来 我们把掌声送给顾总 恭喜啊 恭喜顾总 恭喜顾总 顾总以两百八十万得到了我们这件拍品 恭喜顾总 喜成 好久不见 感谢你对我慈善晚会的支持 这条项链 这条项链 我把它拍下来 是因为我想把它送给一个 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锦西 上来 走 去吧 要什么 去吧 去吧 你去吧 喝杯 你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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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吧 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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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刚刚你在所有人的面前拒绝了我 不愧到了这里 你还是连和我握手都不肯吧 我记得你不是这样没有礼貌的人 你走太久了 不记得了吧 不好意思 我就是 没关系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别人不懂你 我懂 不要在我面前自以为是 从你当初不告儿别那天开始 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能了 是吗 那为什么你现在还这么生气呢 是因为我讨厌有人在我面前 我讨厌人 自我感动 如果以后没什么必要的话 那么就不要再见了 我会回来的 西城 等我足够有资格站在你身边的时候 我一定活回来的 西城 我讨厌人 我就知道你 傅伯雅 怎么 看到我 很失望 不是失望 是不该奢望 欢迎回来 老同学 别动 你什么都不用管 这都不用心事 你 我想知道你 你不听我 我听我听我说了 不听我还能不听我 你不听我 你不听我 我听你不听我 你不听我 我听我听我 你不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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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刚刚司徒那家伙跟我说 你们把晚宴给炸了 这什么形容啊 不过你和司徒倒是联系挺密切的啊 他什么时间都向你汇报啊 再说你的事呢 别把话题彻我头上 你快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 但是出了一点小差错 差点把妈妈给我的项链给拍掉了 她花了两百八十万把它拍回来了 什么 两百八十万 能不能小点少 大姐 这是两百八十万 不是两百八十块 如果有男人肯为我做这么多事情 我绝对反手 给她点个赞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 你身上穿的礼服 戴的珠宝 脚上穿的鞋子 全部都是胡锡城买给你的 好像是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她喜欢你啊 你 你说什么 你是脑回落有问题 还是那根鞋太长啊 她是花爷的故纵哎 为了你 花了两百八十万 给你拍回条项链 你出席晚宴 给你买的手工高定 你穿高跟鞋不舒服 人家买了几十双平底鞋 送到你的面前 她这还不是宠你 喜欢你 这是什么 她 她 她奉献狂啊 不是 可 不可能吧 啊 啊